我都十多年没了啥来说的老头没了十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失求 你见过让人这么害羞的相亲吗 大爷和大妈相亲的过程 尺度这么大 我都惊呆了 俩人的对话更是让人全程报笑 真是一对火宝啊 今天来相亲的是陈大爷 今年已经78岁了 他说想找一个疼他爱他 还不跟他要钱的老伴 红娘给介绍的则是75岁的王大妈 双方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 都想找个老伴来度过下半生 谁知刚一见面 陈大爷没看上王大妈 却对他家的房子很有想法 你对大姐见面之后 你觉得第一眼眼咋样啊 一眼眼 你看大姐家的房子咋样 房子行 这个咋是他房子 可惜 可惜 而王大妈这边对陈大爷的第一印象 就更让人哭笑不得 这哥也太小 看得出来 大妈对于找老伴的身高 还是蛮在意的 于是他怀疑大爷小时候 是不是得过病 才会长成这样又矮又粗 随后也向大爷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大爷说 自己17 18岁时候就帮扶家里 每天扛袋子200来斤的 蛋的都是苦力活 这能长高才怪呢 为了打破大妈的质疑 随后更是向大妈发起了 掰手腕挑战 来吧 你还 去盒宅 来 大爷不愧是练过的 直接就秒杀了大妈 通过这一个小互动 大妈瞬间觉得 大爷的身体还是挺硬朗的 虽然确实是有点矮小 但人还是挺幽默风趣的 就决定继续了解下去 然后两人就聊到了 谁当家管钱这个问题上 大妈说 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他希望大爷到时候 能上交退休金给他 钱由他分配 保证大爷吃好穿好 绝对不会亏待了他 对于大妈的想法 大爷则表示 大爷直言 父母在自己很小时候就去世了 自己从当家以来 兜里就从没断过钱 他觉得断钱就如同断血脉 大妈想掌握经济大权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他也表示 日后如果真的生活在一起了 他会负责家里的一切日常费用 以及老伴的吃喝拉撒睡 而老伴的工资 可以自己去支配 甚至还会每个月 给他500元的零花钱 王大妈听完这番话语后 那真是有点小开心啊 自己的工资自己支配 每个月还多出500元零花钱 在家啥都不用操心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呀 大爷大妈也都是爽快人 关于谁当家管钱的问题上 算是达成了共识 谁知这时候 大爷又提出了一个 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那就是王大妈 能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大爷说 如果对方不同意 那岂不是就找了一个 唠嗑的老伴了吗 这样生活就过得毫无乐趣了 不得不说 大爷就是大爷 但是大妈也还是很厉害 都十多年没了啥了 说那老头没了十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需求 甚至还不忘 业余了一下大爷 那有的人呢 你都不行了 走这个年里 他还还小 他挺能力的 当然了 大妈也表示 那既然成为夫妻了 如果大爷还有那能耐 他也是会顺着对方的 就这样 双方在夫妻生活 需求这方面也达成了共识 不得不感叹 大爷大妈的这番操作 实在是太硬核了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吗 还没呢 随后 双方还聊到了 婚后异地生活的问题 因为大爷跟大妈 都各有一套房 大爷说了 只要双方乐意 他可以到大妈这边住 大妈也可以随时 到他那边居住 全凭心情来安排 这本就实现了 财务自由的二人 如今又实现了 生活居住自由 这样美滋滋的生活 实在是让人羡慕啊 两人是越聊越开心 这边大妈对大爷好感倍增 脸上都笑出了褶子 另一边 大爷也拿出了一副 男主人的姿态 直接就让大妈煮饺子给他吃 头一顿饭吃我的 我会吃你吗 我就得你包的 吃一个也吃 饺子还没吃上 这小嘴就已经逗起来了 看来绝对是要成了 两人有说有笑的 饺子很快就煮好了 吃上饺子的大爷 心里那是一个美滋滋 直接主动就问 王大妈要了联系方式 说想要继续深入了解一下 甚至交往看看 拿到号码的大爷 直接就给大妈拨打了电话 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 直接就给大妈来了一套土味情话 别浪费你电话 我妈 这回大妈再也不会孤单寂寞冷了 还让大爷回到家后给他报个平安 真是一对开心的活宝啊 事实证明老人面对爱情 有时候也远比我们年轻人还要疯狂 他们更期待浪漫爱情 渴望幸福生活 最后也得嘱咐下大爷 咱谈恋爱可以 可千万别熬夜 还是身体要紧啊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大爷大妈的相亲 你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说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 转发加关注哦 有点旨 好